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拜登祝贺他当选美国总统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 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不仅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 而且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希望双方秉持不冲突不对抗 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 聚焦合作管控分歧 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同各国和国际社会 攜手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国家情报主任办公室 昨天宣布白宫批准 向当选总统拜登的团队 提供总统每日简报 作为支持过渡的一部分 据报导一名白宫官员 正式拒绝承认 并继续寻求在法庭上挑战 选举结果的川普 签署了分享简报协议 但目前还不清楚 拜登何时会收到他的第一份 总统每日简报 美股昨天大涨 道琼四工业平均指数 首度占上三万点打关 川普突然现身白宫 新闻简报市召开记者会 全程历时大约只有一分钟 川普说他只想祝贺大家 因为道琼刚刚来到三万点 是史上最高 川普说尽管疫情大流行 我们还是能突破前人 没能达到的三万点 三万点是个神圣的数字 没人想过能够见证 川普也说他只想祝贺 政府中所有努力的人 最重要的是祝贺我们国家的人民 没有国家像你们这样的人 非常谢谢大家 川普说完就匆匆离开 没有回应记者提问 川普昨天还在白宫玫瑰园 举行了特赦火机的仪式 今年来自爱荷华州名叫玉米 和玉米棒的火机获得特赦 洛杉矶市长加西提宣布 随着洛杉矶各地病毒案件 持续激增 从北宁州三起 凡是从洛杉矶国际机场 凡奈斯机场或联合车站 搭乘飞机或火车抵达的外州 外国旅客和加州居民 都必须签署自我检疫隔离表格 以确认会配合 洛杉14天的自我检疫要求 加西提表示 机场和车站会设置标语 提醒旅客遵守规定 航空公司也会通知旅客 为填写表格者将会面临 最高500元的罚款 亚马逊为了因应繁忙的年终购物计 将在全美部分地区 聘用更多季节性员工 并提供最高高达3000美元的签约奖金 据报道在新冠疫情期间 越来越多消费者宁愿在家网上购物 使得亚马逊的业绩整整日上 公司预计将聘请10万名季节性的员工 亚马逊公司支出 这种合约是特定地点的 现实工作机会 实行在15至25.5美元之间 工作地点位于全美境内 数个州的公司仓库 西至加州东至马赛诸塞州 签约奖金从1000至3000美元不等 亚马逊提出了激励措施之际 美国失业率已经出现下滑 今年10月全美失业率降至了6.9% 表明劳动市场经历疫情爆发初期的 裁员高峰之后 目前正处于复苏的阶段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动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集团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